俗哥说电影不知道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韩国的黑帮片新世界 影片一开场 已经在黑帮卧底八年的警察西里哥 正在收拾一背叛组织的哥们 眼瞅着这哥们马上就要领盘犯了 仍不肯承认自己叛变 这哥们还信誓旦旦的保证 说上有天下有地中间有空气 如果我叛变了我就直播吃香给你们看 不过看这哥们被打成这凶样 估计很有可能是被冤枉 但黑社会向来是宁可挫插一千 也不能放过一个 就算是领口供该要命还得要命 哎呀可没想到韩国的漂流瓶这么快又到 转场之后黑帮老大龙套叔被无罪释放 可好景不长啊 这哥们刚在小情人家里玩玩浪漫 就在石头路口被人给犯算了 正在中国谈生意的黑帮三把手卷毛哥 得知这个喜讯之后都乐出BT炮了 马不停蹄的飞回韩国来看热闹 卷毛哥虽然是西里哥的老大 但两人曾出生路死感情非常的深厚 卷毛哥说这龙套叔也真是老级福利 这么大年纪了还整天跑小蜜 这可好一了百了了吧 全是自找 转场之后黑帮的头头脑脑门全都来到了医院 医生说非常抱歉 你们老大已经跟着阎王爷去阎王店了 黑帮的四把手面探哥一听就急了 说要是把黑社会逼成一闹 你们全都在死瞧瞧 龙套叔的追悼会那是相当的铺张 所有人全是一水的白沉衣黑西装了 就在大家沉痛悼念龙套叔的时候 警长忧郁叔带着手下来看热闹 而且还不停的拍照 面探哥说你们身为警察怎么执法犯法 你们知不知道已经侵犯了我们的想象权呢 忧郁叔说我们警察的职责就是打击犯罪 尤其是你们这帮黑社会 我们这账上机可都是新白的 你得赔钱 不赔钱我都给你没完 警察局长说这俗话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 这龙套叔一根屁 他们肯定得找人借铁 不然这人心一乱就有可能树岛不存散 选老大这件事如果我们不介绍 这帮乌合之中就极有可能起身后 到时候局面一乱我们就更不好玩 目前的候选人呢有两个 一个是三把手卷毛哥 一个是四把手面探哥 酱油叔虽然排行老二 但只是徒有去名 当老大肯定去 转场之后 伪装成围棋老师的警察大兄妹 正在跟犀利哥借头 犀利哥说后天就要选老大了 等老大选出来之后 我这卧底的工作也该结束了 大兄妹说计划有变的 你还得继续当内线 犀利哥一听可就不干了 说你们这不是拿老实人开串吗 之前讲好的事怎么说遍就遍呢 犀利哥拗过来这个玩儿 于是便找忧郁叔质问 犀利哥说你也一把年纪了 怎么说话等于放屁啊 咱不是说好了只要龙套叔一挂 我的卧底的工作就结束了 你呀怎么说话不算话啊 这到底哪孙子出的主意啊 你们还讲不讲诚信了 忧郁叔说你问也是白问 这个世界上只有三个人知道你的身份 犀利哥说反正我是干不下去了 你们还咋地咋地我 忧郁叔说既然这样 那你就写放辞职信了 以后继续在黑帮里面 不过要是让他们知道你是卧底 你猜他们会怎么对你 犀利哥一听就急了 说孙子你还到底想怎样 忧郁叔说老弟伤恩勿躁 等黑帮老大的人选一敲定 你就可以回来报道 另外我听说你老婆快生了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不成敬意 犀利哥甩手就扔到水里 然后是兴兴而去 卷毛哥说我发现你最近魂不守舍的 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这次我要是当个老大 你们就跟着我吃香的喝辣 转场之后 面摊哥把几个老家伙召集到了一块 面摊哥说你们这几个老油条 都是墙头草碎屋道 谁有势力跟人好 这次选会长你们怎么想啊 要是投我的票怎么都好办 不然我就让你们家全都领会办 由于卷毛哥要去中国处理生意上的事啊 于是便把公司暂时交给了欺利哥 可当卷毛哥刚来到机场啊 就被忧郁叔给拦动 忧郁叔说这次选会长 你跟面摊哥斗肯定没什么生亏 搞不好还会领会办 你自要是交出面摊哥的犯罪证据 以后跟警方合作 我们就可以扶持你做老大 卷毛哥说大哥你可别扯淡了 出卖朋友的事我可不干 由于书扔给卷毛哥一份资料说 老弟你可真傻的可爱 你知不知道面摊哥早就把你给出卖了 卷毛哥一看就愣住了 原来这资料上啊 全是他团伙内部的情况 为了查清自己身边到底谁是卧底啊 卷毛哥让律师找人去摸警方人间的依稀 爪过天 当面摊哥正在吃早饭的时候 由于书带人突然出现 由于书说你不仅涉嫌杀人越货 还打败火车票和制造假好资料 现在我正式拘留你啊 有意见可以提 但提也是白提 转场之后 卷毛哥雇佣的几个严编的杀手啊 来到了韩国 这几位虽然看上去像刚进城的农民工 其实一个个都是要钱不要命的乐偷青啊 当卷毛哥拿到警方人员的资料之后啊 当晚便派杀手偷袭了伪装称围棋老师的大兄妹 哎呀这大兄妹的处理方式会也是罪 你可是警察啊 明明知道自己已经暴露了 还不说赶快打电话瞧瞧 居然还该杀手但大多多 当西里哥来到仓库啊 看到了凄惨的一幕 卷毛哥说 这个大兄妹是警方的卧底 他教你下围棋的目的啊 就是为了探听咱的秘密 卷毛哥说着 突然一铁销又把西里哥的司机龙套哥打翻在地 说这孙子也是卧底啊 他们都在欺骗你啊 为了避免大兄妹惨遭劣 西里哥不得已啊把大兄妹给击毙 忧郁书一看卷毛哥不仅不配合 还竟然跟警方对着干 于是便到监狱找到了面瘫哥 企图利用离间计啊 让面瘫哥和卷毛哥羽绑象征 他则坐收鱼翁之力 忧郁书说卷毛哥为了当老大啊 三天两头跟我见面 搞得别人都以为我们俩是忘年恋的 你这次之所以进监狱 全是卷毛哥的进谋轨迹 眼瞅着选举投票的日子马上就要到了 再不抓紧时间 等卷毛哥当选 你可真就无力回天了 转过天 面瘫哥在监狱里啊 给手下面收记忆 准备给卷毛哥来出其不意 攻击攻背 转场之后 当西里哥跟忧郁书见面的时候 黑帮老二酱油叔突然出嫁 忧郁书说 面瘫哥和卷毛哥都是刺头 很不好弄 你必须先帮着酱油叔当上老大 然后实际权利在你手里 这样啊 黑帮就受警方的掌控 西里哥说 孙子你呀到底什么情况啊 我怎么总上你的当 而且当当都不一样 咱不是说好了这是最后一次吗 说话总失言早晚就二谈 忧郁书说这样对你最安全 上周厅里的情报数据被黑客给供过 那里边明明包括你的资料 可卷毛哥为啥不对你下手 这里面到底有什么号变 我们已经将关于你警察身份的资料 全部消掉了 目前在这个世界上 知道你身份的人只有我何局 转场之后 卷毛哥和手下刚来到车库 就遭到了面瘫哥手下抛袭 在黑社会当老大呀 除了脑子好使 还得心狠手大会打架 甭看卷毛哥平时稀里马达话 但打起架来呢 可真是顶包瓜 但这俗话说 双拳南极四肘好狼架入村狗 卷毛哥虽然骁勇山战 但还是因为伤势过重了 马上就要面临着领和犯 医生说很遗憾的 卷毛哥马上就要跟阳王爷去阳王店了 由于西立哥是卷毛哥的手下呀 面瘫哥本着斩草药出根的原则 准备对西立哥的老婆下手 虽然警察早有防范 但由于西立哥的老婆被吓破了胆 这孩子也流了产了 卷毛哥临死前呢 把西立哥叫到床边 说你看我现在这种状况 我有一份礼物要送给你 就在我办公室的保险柜 西立哥打开保险柜 发现里面不仅有关于自己的资料 还有卷毛哥送给他和他老婆的礼物 经过一夜的思想斗争 西立哥算是彻底想同了 转场之后吃瓜的面瘫哥出狱 但这哥们刚回到家 就被西立哥的手下给杀了 为了彻底洗心革面 做上老大的胃子 西立哥不仅干掉了酱油书 还把知道自己底细的 忧郁书和局长也给杀了 影片的最后 西立哥成功转型 成为了新一届的黑社会老大 看完这整部影片呢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经 甭管黑道和白道 诚信为本最重要 出而反而瞎回来 早晚让你死翘翘